当他早上起来 准备营业的时候 拉开门的时候 他从那边楼梯下来 他看到货品 就说整个一下来 看到柜台 基本上是全部是空的 然后就马上那个 报警电话 被盗的这部分柜台 原本摆放着店中 较为贵重的货品 看着被扫荡易空的柜台 店主沉浸是心机如焚 黄金是黄金的八公斤 大概在三百多万 奇怪的是 发现三百多万斤 警示不见了之后 金店的工作人员仔细查看 却没有发现其他异常情况 门窗都是完好无损的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立刻对现场进行勘察 通过店内的视频监控 民警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在1月28号 凌晨2点38分的时候 就一个篮子进入他店里面 然后开始使用那个 螺丝刀 敲害那个展示柜的玻璃门 民警调查意外发现 男子并非是通过金店门窗闯入的 而是利用隔壁闲置店铺 与金店墙体的一处薄落点 破坏墙体潜入了店内实施盗窃的 他当时戴着手套的 在里面把那个金手势 先是放到地上 放到地上呢 在里一个个的把那个 从手势盒里面拨下来 视频里男子身穿黑色的羽绒服 戴着帽子和口罩 面部大部分被遮掩 即使是这样 犯罪嫌疑人还非常小心 他似乎很清楚店内视频布设的情况 始终把自己隐藏在台柜的后面 犯罪嫌疑人从潜入到店内 到他把携带的带子装满逃离现场 一共花费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 随后男子便携带脏物 消失在了夜幕当中 像我们永修县范围内 数十年来 没有发生过这么这个 涉案加这么大的这个倒下 感谢观看